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的就是由知名大厂电视大厂LG的直播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Richard来到今天的活动现场 但是要给所有现在正在看直播的好朋友们 一点点Savis好康活动来咯 记得你们只要有来观看我们的粉丝团的这个直播的话 帮我们按赞分享并且check两位好朋友 有指定留言 这个指定留言现在已经帮各位丁选在我们的留言处了 他已经置顶了 记得一定要帮我们按赞分享 就可以有机会来获得我们Super Rare的刀具 七件组一组 还有砧板呢各位 这样呢会有一位的幸运名额 而且重点要跟大家讲一下 待会呢在我们这个整个直播里面呢 要记得密切的观看 为什么 因为今天会有快问快答 这个快问快答呢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待会呢Richard会在随机的任何一样商品里面呢来提出一个问题来问大家 但是会有五位的幸运名额 我们才快问快答 谁先抢到 我们就可以直接让各位哦 有五个机会来获得的就是我们的爱家宝玻璃保鲜盒 直接会来送给大家 会有五位的幸运名额 现在现场已经有四百位的朋友了 谢谢大家 赶快帮我们按赞分享 一定要记得Tag两位朋友 非常重要 来今天呢现场呢 已经来跟到我们的专业的LG讲师Richard来到现场 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 来Richard今天来到现场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你 那今天是不是有带给大家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要给大家看一下 OK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LG原厂的讲师Richard 今天很高兴来到PC用这边做直播 那刚刚我们有介绍了这个快问快答 所以我们要赶快准备好之外呢 进入我们主商品的介绍 来市面上有很多的电视很多的类型 那你怎么要绝对变它呢 最主要分为两种 第一个叫做自体发光的OLED 第二个叫做传统的异性电视 那这个呢 在讲完我们两种不一样的电视之后呢 先来给所有现场的好朋友们观看一下 一段短短的VCR给大家来观看一下咯 没错原厂的影片我们先看一下 OLED跟各位介绍一下 来我们现在看到的 OLED它的面板基础原生于扭居 那我们看一下有哪些类型的电视呢 首先我们看到画面当中 在家庭里面啊 我们很舒适的坐在那里 因为它电视现在 慢慢的慢慢的收进柜子里面了 对 这就是大家非常注目的一台可卷式的OLED 你没有想象 没有想象过电视原来可以收纳进你的柜子 这就是LG的OLED系列 好 再来呢 我们还有石器式的壁画 直接贴在墙壁上 就像你现在画面上看到这样一样 概念就跟笔家上的纸铁 直接吸上去 一吸就完了 那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是 伊朗铃间系的G10 它就像一幅画一样 跟墙壁 真正的铃间系 没有任何的间隙 完全全的贴在墙壁上 就像一幅画一样 耶 刚看了这么厉害的一段影片 对不对 想象外Richard 它其实呢 我们市面上有非常多种不一样的电视 有包含一般电视 OLED电视 有这么多款不一样的电视 想问一下啊 相信线上所有的好朋友们 一定跟子珊一样 非常好奇 很好奇 究竟它有什么样的差异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先来看现场 我们的后面有两台电视 现在画面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错吧 对 那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我先不讲哪一台是OLED 等一下 你把手机拿出来干嘛 对 这个是我要打电话 没有开玩笑啦 我们先手机现在人人都有 那我们先把它开启手机的相机 相机模式 相机模式 对不对 相机模式直接打开给大家 那我们现在直接 一镜到底 来 直接放在这一个画面里面 这个是黑色显示的区块 你肉眼看到的是黑色 可是透过手机的相机显示 它现在是什么 中间会怎么样 为什么有点黄黄亮亮的 对有亮亮的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一定要移镜到底 慢慢的移动到隔壁的相机 的电视 来 一样喔 黑色的画面喔 来我们看一下 放上去 对各位有没有看到 跟刚刚才别在哪里 直接变全黑的 对 透过手机的感光元件 现在看到真正是黑色的画面耶 好 那现在我们已经都回到现场 我们来问一下简单 现在这两台电视 你觉得哪一台是OLED 当然是这台啊 这么厉害 对没错 来以OLED来讲的话 现在是最新的技术 最新的显示科技的电视 超越液晶有三个特色 第一个叫纯黑 第二个机身超薄 第三个叫做超光式相 对 好讲了这么多 我有听没有懂 相信市场朋友们 一定跟紫山一样 对不对 没有问题 想先问一下Micha 其实你刚刚在播放那个黑色的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本人其实非常的喜欢观看电影 漫威英雄里面的那一个黑豹 想问一下用黑豹的话 两台不一样的电视来做观看 有什么样的差别 差别我刚刚有说过 第一个纯黑的部分 因为一般的液晶电视 它是有面板加上背光源两层 所以说你后面会有感光元件 会有光线透出来 黑色场景你看不到里面的细节 可是OLED它是纯黑 它可以看到黑色很漂亮的显示之外 你黑暗中的细节都会非常的清楚 那我想问子山一个问题 想 请问 请问 为什么家长一般都不希望 小孩子看电视看太久 因为像我妈从小就跟我说 李子山不要这样子一直看电视 因为这样眼睛会坏掉 对 重点大家都会担心 看电视看太久眼睛会坏掉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般在看电视的时候 眼睛会酸 对 会不舒服 为什么 因为传统的液晶电视 它会有背光源 就像你看的灯管一样 会非常不舒服 那为什么家长去选购台灯的时候 会找这个所谓的护眼的台灯 对不对 低蓝光 对低蓝光 对眼睛比较好 我们的电视栏 有通过德国蓝银TUV的认证 来看一下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口说无品 是没有用的 因为呢 我们就有通过科技方面 科学的验证 来给大家看一下 两个不同的专利 对 我们的OLED 有得到德国蓝银TUV的低蓝光认证 还有美国UL的护眼 这等于是有双认证哦 对于我们的家长会担心 看电视已经不舒服来讲 我们有这个认证之外呢 再来看电视舒适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我们电视除了看之外 也是要蠻用 对不对 没错 而且刚刚其实有网友非常可爱 刚刚网友说 他看一般电视啊 如果看欧美的大片 或电影的时候 他都要光全黑才能看 因为其实就跟我在家一样 我看黑豹的时候 我用我家一般的电视 你会发现黑豹就是一坨 跟他的完全的背景 融在一起 那刚刚有讲到全黑 对不对 其实我们OLED的电视 最厉害就是 他能够将黑色的细节 能够更加的显示出来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线上的所有的好朋友们 如果你现在观看欧美的电视剧 或是电影 还是要观全黑的话 拜托你们把手里的 还有手中的电视给扔掉 哈哈 不要跟大家开个小玩笑而已 做个小小进步好不好 来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手中一直拿的这一支 因为其实刚刚Richard 他自己一直在拿来拿去 拿来拿去 对不对 这一台的 就是我们LG附赠的 专属遥控器 要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上面有非常多不一样的东西 待会要请Richard拿来 跟大家详细的来做介绍 因为他有个Netflix 还有一个按钮 按线 滚轮 还有一个麦克风 我想问这么多东西 到底要怎么做使用 把这种难题 来丢给专业的 然后去讲识 好 没有问题 像刚刚画面 遥控器你放在这种 漂亮的主持人身上 其实看的还蛮伤心悦不容易 回到我这边 也不用觉得不舒服啦 来 我们看一下 这支遥控器是我们LG原厂的 智慧语音滑鼠遥控器 这个上面按钮有很多 但是使用上非常的简单 来 各位可以看得到 有没有看到上面 这边有这个游标 小滑鼠 对 然后遥控器上面呢 有这个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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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发现是跟什么东西很像 滑鼠 对 这一支呢 就是我们最引以为要的 智慧语音滑鼠遥控器 来 上面呢 有这一个麦克风的按键 使用上什么用呢 按下去之后 对他说话 就可以直接做搜寻的动作了 来 首先我们按下麦克风按键 邓子齐 喜欢邓子齐是不是 对我突然间想要听她的歌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电视上 一般传统的电视要上网 你可能要找出遥控器 然后 对 明明APeria 不 现在不需要 你直接讲就好了 直接就可以在网络上搜寻 非常快速方便 那这么容易 不要说我自己用 来我们请十三里试试看看 我很手足的人 没关系你试试看 那我试试看 那我就找一下邓子齐的前男友啰 好不好 雷 林佑佳 好 噢 直接出來了 對 沒有錯 來遙控器交換給我 它可以這樣滑來滑去耶 對 沒有錯 所以說我們的這支遙控器來講非常方便 用講的就可以 而且用講的搜尋很方便之外呢 來 你要收納怎麼辦 我們這支遙控器官傳講遙控器不一樣在哪裡 各位看一下喔 看一下喔 來 它可以幹嘛 噢 直接站起來了嗎 沒錯 遙控器就是這樣站著 這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但是請回想一下 現在你手邊 家裡面 客廳裡面的類似遙控器 是不是長得像這樣子 它就會卡在沙發的縫裡面 對 它會卡在沙發的縫裡 你這樣放下去也不能站啊 對 你只能放著平躺的啊 那這個時候 報紙 雜誌 或者是報紙丟著 壓著 你找不到遙控器的怎麼辦 所以我們這個設計來講 在立直立室之外 來 符合人體工序的握把設計 沒錯 來跟大家線上的好朋友們說一下 剛才我們前面有看到有學美的妹妹 她說好厲害 她也可以當滑鼠 跟大家報告一下她就真的是可以當滑鼠 對 而且像一般啊 我們像家裡如果有老人家 她其實打字其實不太 你知道嗎 對 就是覺得不太好愛這樣子 那現在直接用講的就非常方便 而且還有人說我們這邊的化石真的很好 真的不是我們在蓋的啦 我們LG是做OLED面板起家的 對 沒錯 而且請注意喔 關鍵喔 關鍵喔 現在啊 我們電視有這麼多品牌在賣 有進口品牌 也有高階的電視 現在高階的電視通通都是OLED電視 沒錯 而且現在的面板的來源技術是來自於LG 所以你現在看到市面上高階的電視 就是OLED電視面板都是來自於LG 問一下 Richard 請問一下 是所有的OLED的電視都是使用LG的 對 沒錯 你現在所聽過的 所知道的日系品牌 大廠的品牌的電視的OLED面板 通通來自於LG 所以請抄下來 記下來 準備好 畫銀光筆囉 對對對 快溫快把時間快來囉 對對對 我們說過世界知名大廠 現在高階的電視都是OLED 沒錯 對 那OLED面板的其實是 原生於誰呢 原生於哪個品牌呢 就是誰 請講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先給大家一點Buffer時間 你突然幸福來得有點太快了 真的齁 Richard這個就突然來了一個問題 對不對 等一下呢 要跟大家講 先思考一下 把這個問題放在腦海中 思考一下下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 待會 待會 已經貼題目囉 準備好的時間 等一下主持人一喊 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搶答了 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問最後一個 我們這個遙控器的問題 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遙控器 能夠當麥克風唱歌嗎 這個圖示是麥克風 沒錯 你要對它唱歌 其實也不反對 其實也不反對啦 但是我要帶了一個 其他的比較特殊的地方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的 用語音聲控去搜尋 很方便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語音 重點 語音對不對 一樣 按下這個麥克風按鍵 我們可以跟電視 做什麼樣的AI互動呢 來 首先 我們按下麥克風按鍵 現在幾點 直接顯示現在的時間囉 11.43 沒錯吧 我們是Live吧 這個時間是正確的吧 我們真的是Live 我好認真跟大家講一下 對 那如果要調整音量呢 以前你還要按按按按按按按 現在我只要對它講 音量20 有點含骨蛋對不對 哈哈哈 想問一下 紐約時間現在多少 好 我現在重新再按一次喔 來 因為我們按下麥克風的時候 它同時在收音 我們現在紐約時間對不對 對 紐約時間 紐約現在幾點 它會告訴你時差 時差有多久 紐約下11點44 時差是12個小時喔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位置是一模一樣 它連我們紐約市的天氣是怎麼樣 它都直接報告給大家 就是這麼厲害 而且我只用了一個遙控器 直接聲控給大家 對 而且呢 不只問時間而已 如果說你要出門的 你想要了解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要出差 我要去高雄 來 我們問一下 高雄市天氣如何 喔 今天高雄市三十六度 線上有高雄的朋友們喔 高雄也太熱了吧 三十六度耶 我的天哪 新能力是25%喔 對 AI語音的互動之外 我們剛剛有問了他時間 於是她現在的天氣 那甚至於說 剛剛說過看電影很重要 我覺得有電影的設定模式 相關的設定 你不用再按拉按去的 只要開口就好 按住 劇院模式 直接都可以這樣動出來就對了 切換劇院 對 你就可以直接去切換你所要的一個 環廠模式 視覺模式 音效模式 一次幫你搞定資料用講的就好 好 來 剛才 Richard 忍不防的說了一個快問快答對不對 那 此餐其實有答應大家 我們快問快答的環節中會送出五個 五個幸運名額能夠獲得我們愛家寶的玻璃保鮮盒給各位 那這個五個剛才可以請Richard再重複一次我們的問題嗎 對 我們的問題各位聽清楚了 來 現在世界知名大廠的電視高階的都是 OLED 那 OLED 電視面板的原生技術來自於哪個品牌呢 其實答案就是 LG 非常的簡單 我們的得獎者來跟大家講一下 那是 Julia 黃 J U L I A H U A N G 還有李 謝 熊 陳梅慧 顏秀娟 還有佩涵李 這五位 P E I H A N L E E 這五位記得一定要在6月2號中午12點以前私訊PC用的粉絲團 那記得呢 其實現場的網差非常非常大 直播的網差很大 如果你家住在這個 欸 我們可能是 訊號比較不好 或訊號比較好的地方 那就恭喜大家 因為有一些就要跟大家說不好意思 因為一切的結果都是於我們現場小幫手電腦為主的 那如果沒有得獎或是你自己看到是第一名 但是卻沒有叫到你的名字的話 很抱歉喔 這次就沒有辦法給大家了 但是我們還是有Super Rare的刀具七件組要來免費送給各位 記得喔 贏得最好的機會還沒有結束 我們的七件組還沒有送出去 你們在這個直播的當中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並take兩位的好朋友 那這兩位的好朋友們 記得指定留言也要幫我們打上去喔 還是會有機會的 好不好 而且這一組比較貴 比較貴 好不好 所以沒有拿到保鮮盒的朋友們也不要灰心 因為我們還有道具組七件的喔 來送給大家 那其實剛才Richard有講到呢 我們的這個那麼厲害的遙控器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遙控器以外 這台電池它其實不僅僅是電池喔 沒錯 為什麼紫霞會說到它不僅僅是電池 因為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更重要的 今年新加入的功能 喔 新加入的功能喔 來了 對 好 一樣呢 用這一個麥克風按鍵 我們按下去之後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可以跟電池做互動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做更進階的 一樣麥克風按鍵 按住它之後 家用設備畫面 好 這睫毛 Home Dashboard 來 各位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介面 叫做 Home Dashboard 也是家用設備畫面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連接的是我們的 空氣清淨機 還有掃地機器人 沒錯 對 空氣清淨機 掃地機器人 來 這邊 有看到的連接對不對 我們的電視很特別 因為傳統的電視你買回去 你只有坐在那邊看而已 頂多上網 但是上網的部分我們可以用語音非常的容易 但你看電視 你眼睛一般眼睛電視不舒服 那 OLED 讓你眼睛舒服之外 我們有德國藍營 TUV 的低藍光認證 還有美國 UL 的顧眼認證之外呢 還可以讓你非常的實用 怎麼實用呢 只要動口就好 各位可以看到 滑鼠亞控器上面的游標 你可以指到我們所連結的設備上 IoT物聯網 LG 是 IoT物聯網的領導者 因為我們有非常多的家電在這個市場上面 也許正在收看的你 家裡面就有空氣清淨機 也許就有LG的掃地機器人 那LG的家電產品你已經擁有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更要選擇LG的 OLED 為什麼呢 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空氣清淨機 是不是就是我們隔壁的這台空氣清淨機呢 對 它就是那獨一獨二的空氣清淨機 那這個時候我按下麥克風按鍵 關閉空氣清淨機 喔 直接關起來了 有沒有看到 清淨機 對 你只要動口就可以關閉 你所連線的IoT物聯網 Richard 你開掃地機器人讓它走一下 真的嗎 讓它走一下 真的嗎 要讓它開一下嗎 對 你就讓它走 我腳步不用TAC了 反正就讓它走一下就好了 我很想看 那我這邊要擁住它的鏡頭 對對對 我們要出動掃地機器人 沒錯 開啟掃地機器人 抱歉 我剛剛把它關機了 喔 它要清點是不是 對對對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 用按的就可以 對對對 你們看 剛剛空氣清淨機 示範的是用語音控制 那我們現在剛好掃地機器人 就是直接用按的 示範給大家看 IoT物聯網 這樣子的一個操作 是非常方便的喔 它在走呢 它在走呢 它直接出攝影棚了 它直接走出境外了 怎麼辦 它直接出攝影棚了 沒關係 來 我們不用緊張 我們直接按一下 歸位 它歸位 欸 它還好嗎 它還好 它回來了 它回來了 對對對 再來講 要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呢 其實現在人啊 很多都是很喜歡躺在沙發上面 然後看電視 我相信不只是子聲 Richard平常上班很累了 回到家會立刻起來 什麼開通電競進機啊 或是開掃地機器人 應該不會吧 就只想要躺在沙發上面 對 沒有錯 那這個時候 你躺在沙發上 你想要看一下電視啊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來 我們的電視 有內建很多的追劇神器喔 喔 來囉 對 好 來 比如說 像這邊 看一下我們的 Netflix 有Netflix 對對對 還有Apple TV 可以做實用喔 對 有內建Apple TV 那你要開啟的時候 其實一樣 像剛剛一樣 用洞嘴的方式 來 幫我按出麥克風按鍵 示範一下Apple TV Apple TV 不好意思 我有點含乳蛋 它變成Apple TV了 好 快有看到非常多的Apple TV 跑出來了對不對 給各位看一下喔 如果你平常在家裡 你跟子聲一樣是果粉 因為我大概從iPhone 3 開始用到iPhone 11 Pro Max 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是資深的果粉的話 Apple TV內建就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會跟大家講這些事情呢 原因就是因為 它這個Apple TV是直接內建 你不用再另外做下載了 而且很重要的是 它的Netflix 直接是直接內建給大家囉 來給Bichon幫我們看一下 來 我這邊示範一下 Netflix這邊來我們點進去 就可以直接看到 Netflix相關的資訊 沒錯 你可以藉由你的帳號 直接做登錄的動作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現在正在更新 為什麼 因為你智慧型的電視來講的話 你只要連在網上 它都可以跟你所有的平台 所有的App做一個最新的狀態做連結 那現在正在更新的話 那我們看一下其他的部分 剛剛有看過Apple TV了嗎 還沒 你先點進去 好 我們就點進來Apple TV 要提醒大家溫馨提示 Apple TV裡面有些東西是要付費的 這個東西沒有辦法用LG幫各位付費 所以使用者付費的部分 大家記得要買回去 如果你是Apple 如果蘋果的果粉們應該就會知道 Apple TV其實有些東西是要自己付費的 但是重點在於哪裡呢 因為以前蘋果的使用者 你要看Apple TV 你就只能去另外買一個 對 它的那個轉結盒子 麻煩 那現在LG有內建Apple TV的要講的話 等於幫消費者幫我們的使用者 省下的這一筆費用 對 沒有錯 而且既然有資源Apple TV的話 我們蘋果的相關功能 還有資源競測 也就是你的手機畫面 Apple的手機同樣的畫面 可以投射到我們的電視上之外呢 我們要叫蘋果的助理 他的名字叫做 Siri 對 你只要跟他講 Hey Siri 幫我開電視 Hey Siri 幫我關電視 這你也做得到喔 來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很多線上的好朋友們 已經在問我們 究竟這台這麼厲害的電視 要多少錢了 嗯 這個 直接跟大家報告一下嗎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價錢呢 現在網路的價錢是 八萬九千九百元 但是 如果你在PCO買LG的液晶電視 我們就會直接回饋給大家 5%的開幣 掌聲 非常的開心 今天其實很難得來到現場 來跟大家講這麼這麼多的優惠 而且我們在五月二十九號呢 禮拜五十二點到五月三十一號 十一點五十九分喔 是PB喔 是PB喔 PB喔 PB的部分 來跟大家講一下 也就是你使用我們PC Home呢 都會有這些的回饋來給大家 但是 僅限喔 那段時間 超過那段時間 不要說 欸 回來再說 欸 子三不好意思 不會再加碼 我們就沒有辦法再加碼給大家了 好不好 來 再來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七十果粉呢 這些所有東西 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買一台電視 最重要的就是保固 我講再多 再厲害 都沒有一句 原廠保固來的重要 Rica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保固好不好 好 我們剛剛有提到幾個很重要的地方 第一個 現在最新高階的電視 都是OLED 面板的來源都是LG 那現在來講的話呢 我們的面板 我們的電視 我們的保固 我們全機保固是兩年全機保固 兩年全機保固 而且我們的保固 很棒的地方是在於說 我們是售後服務 完完全全都是我們自己公司的 不像有些牌子 它可能是委外 委託別人去 所以你往反的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時間會拉的很長 而且呢 我們的這一個保障 尤其有一個問題我想問 請問運費要自己付嗎 不好意思我比較免費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呢 我們的售貨服務 你只要打這一支 0800 898 899 直接把電話都告訴給大家 沒有太怕大家打的喔 對 0800 898 899 我們的這一支免付費的專頁 現在要講了 因為網路上其實有很多的詐騙 你只要打LG 不見得出來是真正的LG喔 因為LG太出名了 很多人可以藉由這一塊 去中間可能做一些比較不好的事情 但是請注意 LG原廠只有一支的售後服務電話 叫做 0800 898 899 電視全機保固兩年 全機保固兩年之外呢 我們還有得到這個欄 請問我可以看得到這個logo嗎 Tag in Tag down 這一個 這一個 來 這個是SGS SGS的認證喔 也就是說售後服務不是你說了算 我們還有經過SGS的認證 對 所以以品質上來講的話 電視面板是來自於LG 知名大廠也是跟LG 這個使用我們的面板 再來我們的保固是原廠自己做的 還有得到SGS的這個 專業的售後服務的一個認證 那這個購買上是不用擔心品質 售後服務的 對 好 那跟大家講一下 很多人其實一直都在問我們 現在示範的這一台OLED電視是幾吋的 Reacher來跟大家公布一下吧 其實好多人在問 現在好多朋友 目前 目前你看到的現場的這一台 它是55吋 55吋非常大 對 它是55吋的電視 那我們的電視尺寸有很多可以做選擇 可以做選擇 我們現在在Live 但是我們也可以到我們的 PC Home 網站上面 可以看得到 我們有很多的機種其他的可以做選擇 今天的這一台 它是55 C10 好這個10就跟蘋果的稱呼一樣叫做 X叫做10 C10 跟大家講一下 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呢 在這個直播的上面呢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購物連結 那如果想購買的好朋友們呢 可以直接點我們這一則直播上面呢 有非常多的PO文 詳細的狀況 我們有購物連結 可以直接點進去來做購買 記得喔 我們的PB有回饋給大家 一定要在5月31號11點59分以前 一定要幫我們來做購買 才會有回饋的PB給大家喔 那最後呢 要跟大家再次的講一下 我們剛剛其實有得獎的名單 我會再唸一遍 Julia 華 還有李憲雄 陳梅慧 顏秀萱 還有佩涵 記得這5位的中獎者 一定要記得在6月2號12點以前 來支持我們PCOM的粉絲團 聯絡我們的小編來獲得你的禮物 那我們在今天的直播最後呢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一個的刀具組 給大家看一下 7件的喔 Super Red的7件刀具組呢 在這個直播以後呢 會由我們現場PCOM的小編 來抽出給大家 那如何的來獲得這一個刀具組呢 記得一定要在我們的直播下面 按讚留言並check兩位好朋友 我們有指定留言喔 這個指定留言 也會由我們現場小編 來幫各位直接置頂在我們的留言處 那這個留言處呢 要記得直接複製貼上就好了 不要再自己加一些有的沒有的 有些加一些有的沒有的 可能就會收不到了 那記得我們這邊留言言之後呢 會由我們現場的小編 來幫各位直接來抽出 那也希望呢 你們可以順利的來獲得我們的刀具組了 那我們今天的歡樂時間 也是過得特別的快 那紫三呢 今天非常開心的 能夠邀請到我們LG 專業的講師Richard來到現場 來跟所有好朋友們 共同的來推薦 就是我們LG 這麼厲害知名的世界電視霸場 LG的OLED電視 來給所有下的好朋友們 那也希望呢 大家會喜歡 那如果有喜歡的朋友們 記得在購物連結上面 直接點進去 就可以直接來收購買咯 那我們下次見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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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